其实这世间存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我们大多数人居住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我们过着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 我们通常称其为现实世界 还有一个世界 那里是非常特殊的人才能发现的地方 但也不能说是发现 因为他们还可以居住在那里 对于那群特殊的人来说 另外一个世界就和你我所居住的现实世界一样真实 那一天本医生进入了一个奇怪的餐厅 充满了超级恶棍的餐厅 双面人如同服务员一般询问他 今天是一位吗 当医生找了个位置坐下后 小丑女哈利走过来向他介绍餐厅里的特色菜肴 正在等餐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餐厅 是小丑 他热情的与本医生打着招呼 本好奇他怎么在这 他不应该在这的呀 可小丑却反问他 仔细想想到底是谁不应该在这 本环顾四周 这家餐厅确实奇怪 这里到底是哪 然而小丑并没有回答 正在本继续查看周围的环境时 小丑女已经端着餐厅的特色菜肴走了上来 小丑见状热情的将餐盘放在桌子上 他催促本医生快点吃 现在一定饿坏了吧 然而下一刻 当罩盖揭开的一瞬间 本看到的哪里有什么美味佳肴 盘子里居然放着自己被割下的人头 面前的小丑仿佛没有看出本的恐惧一般 掀开头盖骨 冲着脑人一插字就扎了下去 小丑流着口水表示 自己已经缠这个东西很久了 那阵疼痛好像真的存在于本的脑中 他尖叫着醒了过来 旁边的妻子也被吓了一跳 他焦急的询问丈夫没事吧 可本却莫名其妙的询问他 现在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妻子有些听不懂 本见状也没有多说 他告诉妻子 没事了 现在该起床了 在本准备早餐时 儿子西蒙正拿着手机 看一个名叫欢乐公园 微笑先生的视频 做好早餐 本发现儿子居然还在看 他催促儿子快点 等会就上学了 这时西蒙放下手机询问父亲 想不想听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 本问道 儿子回答说 他知道诗人族为什么不吃小丑吗 本瞪着眼睛表示不知道 西蒙下一刻则揭晓答案说 因为小丑的味道有点小臭 然而这个笑话并没有逗笑本 他反而不安地询问儿子 从哪听的这些东西 西蒙表示自己也忘了 可能是学校吧 心中有些焦躁的本告诉儿子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拿上书包赶紧上学去 可在儿子下楼时 西蒙却一把抓住了他 他问儿子干嘛下楼啊 西蒙回答说 自己要去穿鞋 他的鞋就在楼下呀 本叹了口气警告儿子 永远不要去地下室 当看到儿子快被自己刚才的行为吓哭了 本耐心地告诉他 真的别去地下室 接着他解释说 因为地下室是他的办公室 在那里有很多不能让孩子看到的东西 在开车上班时 来到阿卡姆疯人院的本突然感叹 如果这世间存在有两个世界 那面前的阿卡姆一定是横插在两个世界中的界限 就那样想着本如同往常一样进入了疯人院 他先是和保安打了招呼 然后又和路上的双面人到了早安 可双面人却有些奇怪地告诉他 自己昨晚没有睡好 半夜就醒了 本没有回答也没有在意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面对自己的患者了 这一次的本十分严肃 他告诉小丑 不要耍花招了 每次说起来起源 小丑就会讲一个全新的故事 每一个起源都不一样 但每一个听起来又非常的真实 本不想去听故事 他只想知道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真相呢 小丑犹豫了一下 然后警告本 他建议本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什么真相 至少现在不要知道 有时候听听故事多好 故事会让人放松 故事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见小丑的这套说辞 本反驳说 他讲了这么多的故事 他的谎言到底是想掩盖什么 是不是害怕不敢说出来 小丑害怕 小丑都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 对于他来说 和没脑子的鳄鱼人一起洗澡 都只算得上普通的冒险而已 可本却否认到 是个人就会拥有恐惧的东西 他甚至怀疑小丑一直不敢讲真相 是不是害怕自己从真相里发现漏洞 然后有办法治愈小丑 治愈 听到这个词的小丑再次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儿后 他平静地告诉本 他刚才的笑没有嘲笑的意思 只是他有些好奇 本医生不会真的觉得 小丑才是那个真正有病的人吧 接着他提醒本医生 看看周围 他所处的地方到底在哪 本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然后告诉小丑 别耍把戏 实在不行 他们可以不讲其言 不如现在来讲一讲小丑和那个人第一次相遇的事吧 听到这话的小丑装傻到 那个人你说的是哪个人 本冷恨一声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人 这时的小丑才装作恍然大悟的回答说 原来是那个人呀 接着他提醒本医生 假如到时候遇到小丑女 可千万别说这件事 因为小丑觉得 虽然他和小丑女是一对 但他内心始终感觉只有蝙蝠侠才是他的灵魂伴侣 但是小丑觉得他和蝙蝠侠的故事有点太无聊了 很多人都知道的 他现在更想知道本医生和灵魂伴侣的故事 不如本医生就来讲一讲 他和妻子安娜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吧 见到小丑居然知道自己妻子的名字 本医生吓了一跳 可小丑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说 他现在真的很想知道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令人心动的瞬间 每一个甜蜜的小动作 对了 说到甜蜜 小丑还想知道 本和他儿子西蒙的故事 当意识到面前这个疯狂的超级罪犯 居然知道自己家人的底细以后 本崩溃了 他扑上去质问小丑 他怎么知道的 这时感觉异常的贺金斯医生带着警卫跑了过来 在小丑嘲弄的坏笑下 贺金斯告诉首位 这次谈话结束 现在封闭小丑 回到办公室后 贺金斯告诉本 本应该知道的 心理医生的基本原则 就是不要和病人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怎么现在本把这个事忘了 当本说了最近几件事后 贺金斯不爽道 难道他真的觉得小丑有超能力 可以钻进他的脑子里吗 本叹着气表示 贺金斯说的没错 他应该是太累了 他原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做到 但慢慢的 他发现只有三周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治好小丑 三周 贺金斯有些疑惑 本解释说 自己的意思是 至少需要三周以上 甚至至少几年才行 正在贺金斯想要告诉本 别再尝试的时候 一个警卫走进来通知贺金斯 又有人打算越狱了 贺金斯离开前告诉本 实在不行休息一下 等到了明天 他们再讨论这件事 画面一转 阿卡姆监狱里的恶棍正在放风 跟在鳄鱼人后面的小丑 询问他想不想听个笑话 鳄鱼人表示不想 可小丑依旧自顾自的说道 知道为什么食人族不吃小丑吗 鳄鱼人不爽道 知道小丑已经他妈的讲了几千遍了 因为小丑小臭 行了 再讲他就要把小丑的脑袋啃下来 看看到底臭不臭 听到这话的小丑 只好选择闭嘴 另外一遍 回到家中的本十分颓废 他感觉从踏入阿卡姆的一瞬间 他就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可回到家里 他就要忘却这一切 不能将那些情绪带入自己的生活 无论怎样都不能 可就在本努力想要摆脱压抑 装作若无其事的朝儿子耀眼时 抬起头 他却看见了中了毒气 如同死尸一般的家人 本辈面前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 可下一刻 妻子和儿子真实而又关切的声音传来 他们焦急的询问本 没事吧 本联盟表示自己没事 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妻子健壮 让他回到卧室先休息一下 可本却想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面对妻子的担心 本安慰他 没事 他只是要去地下室 做他该做的事 在下楼期间 每一个阶梯 每一角靠近地下室的下落 都会让本的脑海中 出现无数撕裂的声音与画面 白天小丑说过的那些话 不停地涌入脑海 他想知道本妻子的故事 想知道本孩子的故事 一切都不对劲 随后 不顾妻子的担心和儿子的挽留 本一意孤行 准备回到阿卡姆 即使儿子哀求他留下来 只有留下来才能让事情变好 本依然道着欠 开车回到了阿卡姆 可保安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要加班的本 进入了阿卡姆夫人院 就在如同早上一般 路过双面人监牢时 双面人提醒本小心点 可本却不爽地让双面人管好他自己 双面人有些尴尬 哪个自己 因为他的身体里有两个自己 说话间 本已经来到了小丑的监牢前 他再次愤怒地询问小丑 是怎么知道自己妻儿的名字 他明明从来都没有说过 眼见小丑还想装 本继续质问他 是不是花钱买通了警卫 小丑一边否认 一边让本冷静一下 他说提前把惊喜弄出来 就没有意思了 可就在本愤怒地敲杂剥离时 小丑又提起 贺金斯和本说过的话 不要想着和病人发生肢体接触 然而本根本听不进去这些 他治疗了三周小丑 期间从来都没有说过 任何家人的故事 为什么小丑会知道 可小丑的关注点 并不在这个问题上 他更在意本提到的三周 因为事实上 本治疗他已经不止三周了 本可是在这里 待了整整三年呀 此时的本已经意识到了不对 可小丑继续告诉他 大家都清楚的 答案就在本的内心深处 然而三周或是三年 这个事情并不是整件事里 最精彩的地方 最精彩的就是在几个月前 本亲口告诉了自己 本的妻子安娜 带着他的儿子西蒙离开了本 这时那些失去的记忆 才在本的脑海中缓缓浮现 什么和儿子妻子交流 什么给儿子讲故事 一切的一切都是幻想 他回到家中 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 对着空气解释 对着空气盗着晚安 对着空气去讲童话故事 从始至终整个屋子里 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看着慌张奔跑离开的本 双面人无奈道 早跟你说了要小心点的 一路急行后 本终于回到了家中 可这一次他看到的是空无一人的黑暗房间 这就是他的真实世界 而这个世间存在有两个世界 当那些特殊的人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到底是哪个世界时 他们会发生什么呢 本看着地上手绘的童话书慢慢的捡了起来 他走下楼打开了那扇门 在那里没有什么档案资料 有的只是一面镜子和一堆颜料以及画笔 本缓缓地坐在镜前调好颜色 他在自己的脸上慢慢画了起来 一个声音也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出现 不要哭这一切都是笑话 记住这只是笑话